彭飞婚变后,关于两人分手的原因已经有N个版本 李亚彭有心欢,更被捉奸在床 王飞搭上著名编剧《李亚彭和苗普死灰复燃》 更有台媒报道,谢霆锋给王飞写信求复合 而关于王飞抛夫妻子出家的消息也被传得有鼻子有眼 港媒最新报道指出 王飞未能出家接受了三个月内完成十万次三贵九扣的测试 报道更指出,王飞已经出售所有香港物业 套欠三千八百多万港元 准备全部留给两个女儿做行托基金 眼看传闻漫天飞舞,天后也不淡定了 九月十八日下午,王飞用一篇微博把谣言一一消灭 他说,婚是我要离的,没有第三者,没有婆媳不和 不牵扯财务问题,不是悲情苟雪剧 和平分手,换一种方式相处 对孩子来说,我们仍然是一家人 用爱和理智包容这一切 嫌然天使基金不会停 那什么不会出家 王飞撇清一切谣言后 李亚鹏也转发了他的微博 并模仿其口吻说 和他娘那什么永远爱你 两人当日微博互动频繁 如此温馨和谐的场面 也迎着网友一片赞扬 网友纷纷求复婚 娱乐九九整理报道